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宗憲序儿子陆锡派炸弹文事件后第一次开直播。对住萤木向儿子道歉,爸爸错了。 本土天王吴宗憲,憲哥,19岁的儿子陆锡派,吴瑞轩,日前因女友生病并在私人IG现实动态发炸弹文引发轩然大波。 他带助儿子召开记者会向大众道歉,当面训骂儿子外还直接宣布刚出道23天的陆锡派退出演艺圈。 昨日,23日,憲哥续子风波后第一次开直播吐露心声。 吴宗憲在脸书开直播,身穿T恤脸色略显憔悴,表示想向大家聊心事。 谈到儿子失言风波,他自责地表示回到家后他向儿子说,爸爸跟你道歉,我觉得我错了,因为觉得儿子被卷入这次的风波都是因为他爸爸是吴宗憲的关系,让人怪心疼。 憲哥在直播中坦言儿子的错自己也有责任,而且也多次向儿子道歉,并说爸爸对不起你,更直言是个失败的父亲,语气中尽显父亲爱子心切的心疼与不舍。 至于日前陆西派在记者会结束就立刻在网络上发表自创道歉曲后,有人批评说是不是安排好的,憲哥也及此解释,他十分钟就能写一首歌,为儿子扳回一面,坦诚儿子是真的很有音乐天分。 吴宗憲坦诚他最引以为傲的事,就是做不了不让社会大众觉得他是王八蛋,但是这次因为儿子陆西派的事件,他却遗憾地说这18年的努力全部掉。 献哥表示自己既生气又难过,并说儿子未来若还想进这圈子只能靠自己努力,并劝儿子犯错就要自己用肩膀扛起,还说,你有天赋的时候,千万不要那么自负,有能力的时候,就必须要更谦卑。 最后他也不忘哽咽地对外界表示,未来如果他还是OK的孩子,请给他一些机会。 长达30分钟的珍惜土路,希望儿子看了后可以好好反省,重新出发。参考来源。